跟我們回到即市攻略這個環節 再問一下大家 如果有任何問題是更 eclipse 可ostat於204656 問問專家的意見 此節繼續有 cuc gesture 말씨 Ralph 呢 就是解答大任何問題 Danny,我們剛才提到老闆的市場好像越升越少 現在升至288點,30174點 聽聽家庭觀眾的問題,大家都有很多問題 先聽林先生電話,林先生早晨 林先生你好,早晨 想問 522,ASM有課 有些陷阱和商務機 是否522 522 我的電話有點疾 522 522 是中通服嗎? 是ASM嗎? ASM太平洋 未有課 明白 是白昇不斷下來的,有沒有水位可以空彎多少 你多少錢買的 未有課 未有課 這隻我本身都看得樂觀的 為甚麼呢?大家都知道我比較看得到的是信譽 其實你可以說ASM的客戶之一就是信譽 是 所以按道理,信譽不差的話 ASM的比例應該都是不頑 以及公司的業績你見得到 所以這個增長都可以說是相當理想 而且它這個範疇 即我用ASM的範疇 我自己印象中 其實錢是不差的 所以你買它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 不過就因為這陣子市況比較波動性比較大 我都不要這麼建議你現在這位這麼快去追貨 所以看你有沒有機會 一一二至一一四為止的時間 你先進入第一主貨 好,多謝林先生的電話 另外呢 二十五日,她叫Cindy Cindy? 不如我們先聽電話 好,不好意思,Cindy 好,待會打Facebook 好,沒問題 電話旁邊是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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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我今次真的有些東西要幫忙 因為我買了兩個優惠本 買了三年 是高位買 1800和1766 我是很高位買油的 但是呢 那一陣子呢 去年的時候呢 有一陣子升到11元 我沒有沽 然後呢 1766 擺到兩個都沒有沽 一直擺到現在 但是呢 我現在想想 那時候呢 又升了那麼多 人升呢 他又很多升 人升呢 他又跟著一起跌 現在不知道 應該沽了好 還是繼續 還是繼續 李小姐 我想問一下 你多不多貨的 你幾隻 我有兩隻股 每一隻股 有一萬股 總共有兩萬股 OK 不過我這樣建議你 考慮一下減遲一半先 減遲一半先 因為為什麼呢 你說他們的股價有沒有機會有些反彈 我覺得是有的 不過問題是說 他們始終的基本面 我不覺得是很樂觀 很理想 因為特別是 好像10000這些 其實呢 經驗版法 我自己看法 上年來說 都曾經有段時間看得很樂觀 但是問題是 到了上年幾下半年開始 看到他們的業績出來 其實我覺得是差的 是不好對版的 所以之後都沒有 都突然轉了 覺得大家有貨 都是先扔掉 但是現在 你還沒扔貨 可以怎樣部署化好呢 10000反而走勢上面 好像好一點 你一陣子見 他的勢都比較落 但是也要 即彈一下 這一段的時間 你這隻 就是你先減少一半 另外一半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高一點 才叫我沽了去 但是相反 中車 真的勢是沒有好過的 上次那一轉的時候 衝上去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速貨機會 不過都不要緊 現在這些位置 你只可以說 在大概7元的位置 有支持 再跌穿的機會 應該真的不大 但是你說真的 有些很大的反彈 也似乎真的見不到 所以如果預期這樣的話 不如口裡下全部忍痛 減少一半 寧願把這件事先 如果減少一遍 如果減少一遍 有什麼移動的時間 可能你說玩一些強勢股 會比較好些 但是另外那半貨 就口裡下 算了 跟他到場面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高一點的時間才走貨 好 多謝了李小姐的電話 朱小姐也是在電話旁邊等著 Hello朱小姐 你好 早安 你好 我又想問一下你的平保 平保不怕的 其實說真的 平保買也買不到 當他跌下來 又怕他繼續跌 不夠膽 是正常的 高坏的 即是沒有錢賺 八坏 我現在又想你給我一個價位 進去 好 川小姐 我維持幾件都是80元以下 你才考慮一下 開始分數去買貨 80元以下這些位置 其實平保我真的沒有擔心 但是你這一陣子的市場氣氛也好 甚至乎A股也不搶氣 這一刻是比較濕 但是你說你借80元以下買的話 按道理不會差到去哪裡 好 好 平保可以給一點點耐性 看看他能否落到80元以下 多謝了朱小姐 好快現在又解答Facebook上面的問題 是 有位朋友先問388 是YouTube的朋友來的 388後市怎麼看 有貨295元買 應該是否應付貨 還是現在應該沽了它 我覺得 沽了我又不覺得你應該要沽 說真的 你說 當然你買入價又不是算低 都算比較高 我自己都說這一轉看 廣告所都是穿深 樓上這些位置 但你說這些位置 你有貨的 有些有點尷尬 沽貨我不建議 但是你說加住 加住 我覺得你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275拿下 這位置 加得住 因為成交量 你看看港股這方面 又不是差 而且現在你買港股所的話 按道理 你搏下半年的時間 他有個好的表現 即市場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還有就是 那個的成交量方面 有個比較不錯的上升 所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275拿下的時間 可能先加住貨 如果真的不會再跌下去的時間 你可能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加住 因為你買入價又高的話 你想一下怎樣可以減 即是叫做減 即是叫做便宜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你可能分幾著貨 就是275拿下的話 加得住 再跌的時間 可能再加住 好了 繼續回答問題 Dicky 就是想問的3878 3878 一隻半身股 半身股 去年12月上市 今天就再破頂 我創了米洲新高3 我留意 是 他就說 上市到現在 升了3倍 現在買這些股份 會不會有些難足呢 買什麼都難足 Dicky 話說 看你有沒有貨 你有貨 我恭喜你 但如果你沒有貨 而今天我追不追的話 算吧 我真的不敢建議大家 大家追追這半身股 因為他們的走勢 其實真的很難去分析 就是很簡單 我經常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當你一隻新股 可能有定價 譬如說解設 在1元這樣算 你說上市之後升了3倍 那究竟其實是 反映那個保證人 自己本身初頭 是個公司的估值 估值是太過低估了 還是其實其他原因 你的價格炒得這麼厲害 我覺得是後者 因為通常上市定價 沒理由定價得這麼便宜 但是如果這樣算 拆得這麼誇張的時候 你還說追貨 我覺得這個風險 真的要自己衡量 但我又不敢建議你這樣做 不過很多時候 新股又不能說 可以說 貴的 就可以越來越貴 當然便宜的時間 都可以很便宜 但是沒有貨的話 這一隻算了 不要考慮 Youtube 和我們Message 剛剛都收到 很多人問 大使怎麼看 Stanley 怎麼看 下不下三萬樓下 三萬樓下不能買 那些東西 或者買什麼好 三萬 其實大家 我們這樣說 大家又不需要太過 著緊這個關口 著緊這個關口位 其實我經常覺得 這些關口位 支持位 其實只不過是 大家拿個參考 但關鍵是 究竟後市方面 現在很多負面因素 已經消除了 因為現在的尷尬 你不知道美股 搞什麼 所以好像美國為例 特朗普的關稅 是不是已經完全解決了 我覺得還沒有 而且特朗普現在 神經刀的玩法 就是塞進無神 可能今晚睡不著 在Twitter上突然間 打個東西出來 你的市場又可以被它 拉下去 所以這下一個 就是多了這一層的風險 還有現在你說 內地又開公會 A股 你又可以暫時叫做 不用你去住 但外圍的變數 真的很大 還有 我經常都說 當你對這個市況 有點不太太 看得通的時候 倒不如就是 減一減榜 減到令自己 變了 舒服一點 可以變了 又不是 可以叫做 我去看整個市場 是 所以現在按道理 我不知道大家是 清貸倉 還是說現在 還有很多貨 多貨的話 怎樣都好 減一減榜是英國 但沒有貨的話 好像騰訊 這些 或評報這些 等譬如420 樓下 80元樓下的時間 就開始分開去買 是呀 我都用了Stanley的手法 因為遲些 現在市場又這樣 你減定榜 其實都會安心 是的 你日常看著它 可能晚上見到美股 可能跌兩塊 你心裡都害怕 但日常見到它升四塊 你可能會很開心 但是說我又不跟 你變成好像怎樣 其實現在這個市場 是幾 幾黑龍玩 而且很考EQ 真的 但本來你不多貨的時候 你又反而正在轉 真的好像 你當作花心 那樣 很不同 而且還有少許貨底 所以現在都不心急 要衝進去買東西 你貨底不多 甚至乎你覺得有貨底是可以的 但只不過你拿著它 不管它 至少你拿得不多貨的話 即使騰訊 或者20萬 你都不會很害怕 等一下你會想回頭 那就可以加住 是的 好 那繼續回答問題 Felix就是問1257 光大綠色環保 6.7買了 賺了一個多 差不多 他說還有多少上網空間 或者多少錢 可以分段指賺呢 可以這樣考慮 不過如果你說1257的業績 其實是不差的 反而它反而要做得好 我相信它反而要做得好 光大你又不喜歡 2557不行 剛才看完之後 我覺得2557真的差一點 所以為什麼那個模擬倉 我都馬上都說 很消河地 想像我會叫人買一下 就馬上沽 因為出來的業績真的不好收貨 但你說1257你有貨的話 我會覺得可以考慮一下拿著先 還有 始終它的增長 或者那個叫做 未來發展的前景 我覺得是收貨的 其實1257我都收貨的 因為前景方面是OK的 但只不過今次業績是不爭氣的 所以1257有貨的話 你先考慮一下拿著先 還有我會建議你大概是百分島 再一個叫做目標位先 百分島在這位置的話 可能荷尼亞就開始有分注減舌 而且現在這位 其實你本身多貨的話 你減一減磅 我覺得都OK的 又回應Keef的問題 238評稿 80元留下 80元留下 維持這個做法先 好 另外Cindy就問 751的創位數碼 3.52 買入的應不應該走呢 賺1千左右 這樣啊 是不是短炒 Cindy下次你買之前 可以問問我 如果你問我這一隻的話 我是不建議你買的 因為說真的 因為其實看回他的公司的業務的發展 特別是做這些 我們叫做電視機這一堆 很難搞的很難做的 就是競爭太大 所以按道理 真的不應該買這些板塊 不過你有貨 就現在暫時考慮一下拿著它 因為它又叫做 之前彈一彈上來的 還有初步看 你3.4這位置有些支持 那不穿3.4的話 考慮一下拿著它 但是上面你都不要太多貪心 真的3.65 3.75 3.75 這些位置都沽了它 好啊 另外 Roy想問一隻 6132號易買的 愚港國際 應不應該走呢 這隻啊 說實話 我想問這位Roy 你為什麼買這隻 這麼有趣的股份呢 這隻 這隻是長期的 也不是啊 這隻都叫彈個客人上來 因為這隻 也對我媽媽輸過錢 我媽媽那時候聽別人說 要買這隻股份 都一年之前的事 所以我對她很印象 也有些負面印象 如果聽她這樣說 我媽媽這隻好像 因為我媽媽不買股票的 但一時聽她有說 是買了一些股票 這隻是其中一隻 但都輸得很厲害 是 但是這隻 我現在比較少研究 不過就 看起初步的形勢 又叫做不差 你有貨就暫時 握上去 但怎樣都好 如果以環區間 兩紅紙刀 只有一個紫色位 不穿的話 先握上去 好 問題答到差不多了 回應回 剛才有位朋友問 是 銀魚有沒有貼價的選擇 是有的 Simon剛剛發訊了你 19189 銀魚的貼價 Colin 可以留意 這次和Stanley談到這裡 Stanley有沒有持有上述 提供的股票 有騰訊 好 謝謝Stanley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